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傍晚才开始营业 时间一到店门口就已经挤满排队人潮 而随着夜幕低垂 更有许多顾客慕名而来 在夜色与微光的点缀下 享受放松自在的用餐氛围 因为这个主题是来自于我们执行长的想法 那因为他觉得现在的人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空间新的设计 那设计的所有的氛围都是可以让人家很放松 然后也很适合大小朋友来一起用餐以及聚会 在这边用完餐之后呢 又可以到我们的后面景观区 然后带着你手边的饮料 在那边躺着看星星聊天 为了让用餐时光更加欢乐 业者还设计了各项活动 包括歌手现场演唱 与小朋友互动的街头艺人 以及精心准备生日惊喜等等 不但能拉近顾客的距离 也让气氛格外热闹 每周的每礼拜一到礼拜日 我们都有活动 那五六日呢 就是有我们的Live演唱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再推出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星期五 都会有一个行男送花的活动 希望我们就是所有的朋友 都能来我们这边一同认识新的朋友 除了有丰富的活动之外 业者更运用小巧思 赋予饮品有趣的品名 增加店员与客人之间的趣味性 而每道饮品 皆是由参加全国比赛的专业调者师特调而成 再透过花朵百事 让成品有如艺术般精致耀眼 你好我帮你送小姐你真美 哇好开心哦 这花是给你的 谢谢 因为我们的饮料都很特别 名字 然后有一杯饮料是你是我的菜 我就遇到一个很胖很胖可爱的女生 我就过去跟她说 你好你是我的菜 她就说真的吗 就像之前我有送过一杯饮料叫可以考虑我吗 那我送给客人的时候客人就回我说 好啊那待会要不要跟我回家这样 真的是这样也可以 对然后就是 我觉得它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然后它真的有吓到我 因为那个水真的很大 看到这个旁边有这么大的气泡水 其实我也有吓到 然后再加进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口感不会太甜 也不会太酸就刚刚好 而在主食的部分 店内主打海鲜餐店 食材每天从鱼港青鲜直送 再郊游厨房处理 业者更请到拥有法式餐厅多年经验的主厨 透过好手艺制作出一道道中西式的创意料理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餐厅的营运长陈先生 帮我们介绍店内的招牌美食喔 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第一个招牌是我们的海鲜螃蟹粥 那我们海鲜螃蟹呢 它因为我们渔港在我们的旁边 所以我们每天的螃蟹呢 都是新鲜直送到我们的厨房的 然后再由大厨下去做熬煮 这个西饭煮得很绵密很浓稠耶 它吃的时候啊 有点那个咸咸的那个味道 但是它又带有海鲜的甜味 是的 虽然吃起来是很多层次的口感耶 对 那营运长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旁边有这一排的佐料呢 因为我们在食用这个螃蟹粥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建议先吃原味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油葱花 还有我们的姜跟葱 它吃起来的味道会不一样喔 就吃了一个很厉害的螃蟹粥 里面海鲜的料还满丰盛的 对啊 然后它又有两种吃法 就除了原味之外 可以再加其他的东西进去 很特别 另一道招牌餐点是海鲜螃蟹总会烤饭 快炒过后的多种海鲜 再与米饭一同送入烤箱烘烤 撒上香料与起司粉 多层次的口感融合得恰到好处 再挤上新鲜柠檬 更加酸甜开胃 而螃蟹的肉质鲜嫩 吃得到饱满多汁的好滋味 而除了这间餐厅之外 附近还有另一家业者开设的餐馆 以地中海风格呈现 用餐时间同样坐无虚席 这两间的餐厅其实差异性是算蛮大的 对 因为一间就是1997年 创立至今21个年头 那它目前有三家分店 对 那这家它主要都是以占卜的活动 然后跟假日的live演唱 这两间充满特色的餐馆 皆是由执行长与表妹共同设计 未来他们将陆续推出更多新菜色 透过美食佳肴与环境营造 带给消费者最难忘的时尚饗宴